要讓這個小圖 有點像一個Door 這個Door能夠自動的 其實這個圖當然你如果將來要找 你也可以從什麼 插入圖案裡面找 或者你其實從美工圖案裡面也有啦 甚至你叫來自己用Photoshop做也OK 那做完你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如果說你要按照路徑跑的話 這邊接下來你可以用什麼動畫裡面 有一個叫做 你可以把它點擊 那前面我們有進入跟強調 不過還有最下面有一個叫做自訂路徑 也就是你可以 自己定義出 等一下這個圖要怎麼跑都可以由你來決定 那點擊它之後的話 接下來做什麼 你就是從這邊開頭 所以你就只要往下拉 拉一條線到這邊 點放 記得是點放點放 點放 那有一點弧度的你就慢慢點 慢慢點 你不要插太多就好了 不要說拉一下拉這樣歪歪的不行 你就是慢慢的沿著這個曲線 慢慢點放點放點放 然後拉回來 再慢慢點放一下 反正呢就是讓它有一個 軌跡 可以讓它去運行 然後回到最後的話 快點兩下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但是呢 怎麼樣 跑太快了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題目裡面有要求 就是說它這邊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時間 要 10秒鐘 然後呢 在 開始地方 平滑 就是 開始地方 2秒鐘 慢一點點 然後最後2秒鐘 又慢一點點 OK 那這個效果怎麼做呢 我們第一個 先設定10秒鐘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點擊啦 不過不用一直點 你乾脆這邊把它改成 期間 10秒鐘 本來2秒鐘跑太快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把動畫窗格叫出來 我習慣這邊有個動畫窗格 這個動畫窗格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按個播放 它會自動怎麼樣先播給你看 不然如果你要看效果 你恐怕還要播放才知道 那動畫窗格它的好處是直接 可以在這邊做預覽 有沒有 10秒鐘 大概會跑10秒 所以你可以評估一下 就是將來你那個動畫呢 它跑的時間大概多少會比較合適 那其實這個地方可以做很多效果出來 有沒有一個PowerPoint裡面就可以放 圖也 小圖也可以動 或者一個照片會動也可以啦 照片飛來飛去也沒有問題 都可以反正只要針對是 PowerPoint裡面的圖案 都可以 再來的話呢 時間OK了 那接下來就是 開頭 跟結束2秒鐘 都是平滑顯 那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動畫窗格 這邊會顯示出來 就是這個制定的 路徑之後 旁邊有個小箭頭 請你點擊它有沒有 這邊也叫做效果選項 可能 會比較不容易找到在這裡啦 記得在這邊 從那個動畫窗格裡面 才會找得到 OK 然後呢 點擊它有個效果選項 你可以看到平滑 輸入 2秒鐘 然後結束 開始跟結束 2秒鐘 好了按確定 來試一下 大概效果會這樣 他可能前2秒鐘 稍微慢一點點 OK 然後最後快到結束的時候 也會稍微比較平滑 再結束 OK 類似有這樣的效果出來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如果以後你要制定一個動畫 大概就這樣 重點是制定路徑 畫面還給各位 好 OK